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师傅 辛苦了 为了工作方便 武汉的公交师傅特别给力 师傅 我们到齐了 出发 出发 师傅们一天六个班 十二堂准时未来出发 今天是我们在金银堂的最后一堂 为了愿感安全 一个月以来 我们坚持走楼梯上班 丰暗的楼道口 留下了我们铿锵有力的步伐 仿佛看到希望的光芒 坚定 有力 穿上笨重 而又厚实的防护服 我们就要进入污染区工作了 护士婷婷是一位来自福建永春的姑娘 你怎么样 这边还会痛吗 还会痛是吗 还会痛是吗 好一点 好一点了 对于高频吸氧的未重症患者 病情的观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病区最特殊的就是这位六床的患者 他是一个新冠肺炎和病脑外伤的患者 护士雅兵格外细致 对于患者的口服药 亲自研磨 鼻似 剂 剂量 开了吃饭 吃饭的肌肉 然后发到母亲 护士雅兵是我们族里最年轻的男户 别看他年纪小 但却胆大 清晰 为了用药安全 先去发口不要 我们坚持三餐送药到口 感谢你们复杀了 信心的劳动 也许是患者知道了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班港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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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着相互鼓励 不放弃 加油武汉 加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